到时小王子在沙漠山岩和雪地上 走得很长的时间以后 终于发现了一条路 所有的路都通往有能住的地方 你们好 他说 而且是一座玫瑰盛开的花园 你好 玫瑰们说 小王子瞧着他们 他们都长得和他的花园一模一样 你们是什么花呀 他亲切 我们是玫瑰花 玫瑰花说 哦 小王子 他感到非常忧伤 他的花园跟他说过 他是整个宇宙中独一无二的花园 可是在一座花园里就有缺度 全都一模一样 要是让他开极了 我想他想他一定会非常生气 他会拼命咳嗽 他还会假装 他还会假装失去 免得让人耻笑 我呢 还得假装去照料他 否则 他为了让我感到羞愧 说不定真的会让自己死去 随后他又想 他还以为自己 有的是独一无二的一朵花园吧 可我有的是 是独一无二的一朵 多么个花罢了 这朵花园 再加上那三座 只有我膝盖的火山 其中有一种 还说不定永远不会再喷发 就凭这些 我怎么也成不了一个伟大的王子 想着想着 他趴在沼地上 哭了起来 就在这时候 狐狸出现 走啊 狐狸说 找 小王子有礼貌的回答 他转回身来 却什么也没有看见 我在这呢 老师们说 在苹果树下面 你是谁 小王子说 你很漂亮 我是一只狐狸 狐狸说 来和我一起玩吧 小王子提 我很不看火 我不能和你一起玩 狐狸说 还没人训养过我呢 哦 对不起 小王子说 不过 他想想又说 训养是什么意思 你一定不是这儿的人 狐狸说 你来寻找什么呢 我来找人 小王子说 训养是什么意思 嗯啊 狐狸说 他们有枪 还打猎 讨厌纪人 他们还养母鸡 这种算有点意思 你也找母亲吗 不找 小王子说 我找朋友 训养是什么意思 这是一件经常被忽略的事情 福利说 意思是建立改情联系 建立改情联系 可不是 福利说 现在你对我来说 我是个小男孩 跟曾经上往别的小男孩 给我良养 我不需要你 你也不需要我 我对你来说 只不过是个福利 更成千上万 别人的福利 好福利 但是你要是训养了我 我俩就彼此需要对方了 你对我来说 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我对你来说 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 我有点明白了 小王子说 有句话 我想他是训养了我 有可能 福利说 这个地球上 各式各样事情都有 哦 不是 在地球上想 王子说 福利 开上中心 在那个星球上 对 在那个星球上 有没有烈能呢 没有 这很愿意 那梦境呢 没有 没有 是出来什么的事啊 福利 谈起说 我 福利又 回到刚才的想法上来 我的生活很单调 我去做起了满足我母亲 全身长的一个样 我也全身长的一个样 所以我有点腻了 不过 要是你去养我的生活 就会给它充满阳光 会飘充出一种 和其他所有的 普通的脚步声 那些人的脚步声 我会往地底下钻 而你的脚步声 就像音乐一样 把我招回到东晚 还有 你看 你看到那边的麦田了吗 我是不吃面包的 麦子对我来说 毫无用处 我的麦田 无动于衷 可悲就可悲在这 而你的头发是金黄色的 所以 但你信仰我事情 就别得很美妙了 金黄色麦子 会让我想起你 我会喜爱 风而吹拂 麦浪的声音 物理厅上来 舅舅图示着小王子 请你训养我吧 他说 我很愿意 小王子回答说 可是我时间不多了 我得去找朋友 我还得 去了解许多东西 自由训养过的东西 你才会了解他 物理说 那么根本没有时间 去了解任何东西 他们总到商店 去购买现成的东西 可是朋友是商店里 买不到的 所以他们就不会 持有朋友 如果 想要成为朋友 就训养我吧 那么应当做些什么呢 小王子说 应当很有耐心 物理回答说 你先坐在草地上 离我 稍微来一会 你先修身这样 我从演讲里求你 而你什么也别说 语言是误解的感 不过 每天都可以坐得离我 稍稍近一些 表提小王子 又来 最后你能 在同一时 难度里说 比如说 下午四点钟吧 那么我在三点钟 就会开始感到 幸福了 世界越来越轻 我就越来越幸福 到了四点钟 我会兴奋的 坐立不安 我会觉得 幸福原来 这么能有 可要是你随便什么时候来 我就没法知道 什么时候 该准备好我的心情 还是得有个仪式 什么叫仪式 小王子 这也是一件 经常被忽略的事情 不理说 就是定下一个儿子 使他不动于其他儿子 定下一个世界 使他不动于其他的世界 比如说 猎人有一种仪式 每星期四 他们都村里的 姑娘跳舞 所以呢 星期四 就是你一样的儿子 这一天 我总要到葡萄地区 再也再有 要是猎人们 随便什么时候 再跳舞 每天 不就一模一样了 我也就 没有下机了吗 就这样 小王子 巡扬了狐狸之后 之后也 开封锁的时候 临近了 哇 狐狸说 我要哭了 这可是 你都不适合 小王子说 我本来没想到你受伤 你去 我巡扬你 可不是 狐狸说 现在你要哭了 小王子说 可不是 狐狸说 你什么好处也没得到 我得到狐狸说 是卖的颜色 给我的 他随着又说 你再去看看 那些玫瑰吧 你会明白 你那朵玫瑰 是世界上 对于无法 然后你再回来 跟我告别 我要告诉你 一个秘密 作为零别离 小王子就去看 那些玫瑰 你们根本不像我 那都没根 你们什么都不是呢 他对他们说 谁都没训养过你们 你们也 谁都没有训养过 你们就像狐狸 以前一样 那时候的他 曾经上完别的狐狸 好无聊 一样 可是不是找他 做了朋友 他在世界上 就独一无二了 我也跟你们 都很难为 请你们 很美 但你们是 空虚的小王子 就是说没有能为 你们去 当晚 我那的玫瑰 在一个过渡人眼里 跟你们也一样 然后对我来说 当然他这 就比你们传奇的 要重要得多 因为我会 嚼过水的是他 我会招过 罩子的是他 我会遮过 风尝是他 我会出过 毛虫 是吧 两下头 要被说福利的 要不是 蝴蝶的留下 也是他 我听他抱怨和自华 又是 和他默默的相对 他 是我 没关系 说完 他又回到 狐狸 跟前 站见了他 说 站见 狐狸说 我告诉你 那个秘密 他很简单 只有用心 才能看见 本子的东西 用眼是看不见的 本子的东西 是用眼是看不见的 小公子从回遍 他要记住这句话 此次我问你的玫瑰花费的时光才是你的玫瑰比的如此重要 此次我问我的玫瑰花费的时光才是你的玫瑰比的如此重要 小王子说 他要注重这句话 但我们已经忘记了这个道理 不理说 但你不应该忘记他 对你信仰国的东西 你要永远负责了 你必须对你玫瑰负责 你必须对我玫瑰负责 小王子注重了一遍 大家记住这句话